坐在帐篷前享受山林环绕的感觉 放眼望去周遭都是苍翠的树木 充满了自然的分多金 这是南投西投的露营区 最近重新开放 吸引了不少民众来亲近大自然 不过有民众发现 虽然平日一个营位1000元 和一般的露营区差不多 但这1000元不包含150元的停车费 就连西投门票220元也得另外付 换算下来 单人平日营位车位和入员费用 约1370元 假日更贵要1870元 希望说可以包含入员的费用 这样子感觉才不会好像有点太贵 硬体设备 其实这个价值也是对得起 是可以对得起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好 西投自然教育园区说 露营区和停车收费 都是委外给民间厂商经营 所以入员费还是得照收 不过之前有传出 假日单人价格最高收到5400元 业者赶紧澄清 业者说3月12号以后会在开放有落雨松的地区 相较于现在的A区 平日和假日都贵300元 不过最近也有折扣 预计一个人也是2000元上下 没多加一人 也只要再多付入员的220元 华市新闻综合报道